说起美人,很多人都会想到上个世纪的香港,在那个年代中,香港美人真的是让很多观众看得眼花缭乱,纯金然的美人即便是现在也无法与之相比,然而美人虽多,竞争也很大,很多女性虽然长得好看, 但想要在众女神中刚出头,没有个近十年的时间很难有所成就,在这种情况下,艳星就成了很多女星的首选,诸如舒淇就是由此出道,还有曾名造一时的陈宝莲,在颜值上,陈宝莲绝对是比舒淇要高上一筹,那时候刚出道就已经是望重瞩目,因其身上独特的女人韵味, 连心野周金时也曾被她迷住,可以说,当时陈宝莲绝对是香港最美的一个女人了,她的一生也在影坛下留下了诸多经典角色,每一个都是美得不可方物, 不过事业上还算顺利的她,此生活却和蓝杰应有的一品,但出任了大三十三岁干爹黄任中之后,她的一生就注定不会平平淡淡的走完,据了解陈宝莲, 虽然和黄任中的外事干妇女关系,但私底下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,曾经陈宝莲和干爹,通知了高达五十多次, 不过,黄任中却是一个浪子,虽说长得丑,但因为有钱,所以身边也不乏美女陪伴, 两人在一起后,陈宝莲经常会因此事和黄任中大动肝火,甚至还曾因此相逼, 不过黄任中并未因此改变什么,被黄任中抛体之后,陈宝莲一度精神有些失常, 打过外国女人,也坐过牢,那段时间陈宝莲还被称之为荷兰杰应其名的四大天王之一, 或许是长期的压力挤压,29岁的时候,陈宝莲终于忍受不了精神压力, 在众人吃惊的状态下跳楼离开人世,这也算是她的一种解脱吧, 在陈宝莲离开之际,她还留下了一个儿子,如今被香港大舰邱林宽授,已经长大成人, 儿子现在和养母的关系非常不错,也很有出席, 只是至今,儿子的生父是谁还未可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